刚跳槽到新医院的第一天 我就遇到了情况危急的孕妇 在护士的配合下 孕妇母子平安 她拿起电话 语气得意 喂 老公 我给你生我儿子 那边传来的声音 熟悉地让我停下了动作 宝宝 你可真棒 短短几个字 打我打进无尽深渊 这声音我听了十年 这是我老公的声音 记忆声 记忆声 护士的话惊醒了我 产妇问你话呢 她朝着新手妈妈那边点头示意 我开箱病床 到底是年纪小 即便是刚生产蛮 也没有多少疲态 她担心地问 医生 我儿子是健康的吧 我压住内心的苦涩 轻轻点点头 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 看了看孕妇的登记手牌 没云烟 云烟 云烟 我十年的婚姻 也快如同天边的云 风中的烟 转胜即逝了吧 得到医生的肯定答复后 她脸上扬起了激动的红韵 我老公怎么还不来呀 真是的 我跟你们说 我老公特有钱 都快四十了 还没有孩子呢 这下子肯定开心死了 她说的越多 我的内心就越冷 刚一推开产房门 就看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许天奇 医生 请问 梅云烟在哪里 刚才还躺在床上的孕妇 娇俏地说 老公 我在这 我就站在旁边 虽然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是万一 她认出我了呢 等来想躲在护士身后的 结果证明 我多虑了 但是许天奇的眼睛里 只有孩子和梅云烟 哪里还能看到我 我冷眼瞧着 她小心翼翼地抱起了孩子 仔细端详 这孩子跟我可真相 她满脸喜悦地对梅云烟说 宝贝 作为奖励 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别墅 这是你想要的 伍克拉钻戒 老公 你可真好 在灯光的折射下 钻戒的光芒 刺痛了我的眼睛 他们庞若无人地交谈着 身边的护士全是羡慕的 生的孩子 就给买了别墅 真有钱 老夫少妻 保不准是不是原配呢 就算是小三 那也赚了 现在很多原配 过了还不如小三好呢 我再题目下去了 转身逃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机械地脱下口罩 工作服 工作帽 呆呆地坐下 泪水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 越猜越多 我捂住嘴 呜呜声从指尖溢出来 哭到最后 已经开始干呕了 今天没等吃饭 就开始抢救梅云烟 最后 发现笑话居然是自己 亲手接生了老公情人的孩子 讽刺至极 颤抖地拿起手机 准备给自己订一份卖卖 却悟出了紧急联系人 许天琪的电话 嘟嘟嘟 我果断挂断 等到外卖来的时候 许天琪也没有顾会补过来 她以前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电话 即便是因为工作忙 也会立马回 现在 她有了更爱的人了吧 没有胃口 我也努力把饭塞到嘴里 失去婚姻 我还要继续工作 等到自己累到筋疲力尽回到家 意外地发现灯还亮着 许天琪穿的围裙 你怎么这么满回来 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菜 我站得不动 眼前的好老公形象 和抱着孩子的她重合 老婆 你怎么还愣住了 是不是太累了 不如把工作辞了吧 在家想想服多好 我凑过身 低头换血 咱们又没有孩子 我辞职在家做什么 她走上前抱住我 那就生一个 我的鼻子 本到了一股子奶味 作为妇产科医生 我对母乳的味道太熟悉了 我胸膛中涌起巨大的疼痛 许天琪 我为了你切除书篮管 你忘记了吗 她的身体僵硬住 随后善善地说 我太玩笑的 我冷着脸推开她 如果没有今天下午的事 我会相信吧 大学没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位人 都没有什么经验 我只记得那天的月光下 她看起来特别迷人 宝贝 我会对你负责的 冲动过后 市纸上的两条线 让我们傻眼了 那时候 临近毕业 我试探着问 不如生下来吧 许天琪脸色难看 咱们两个都没有工作 拿什么养孩子 再说了 我讨厌小孩 咱们做丁克多好 他捧着我的手 认真的说 你还要做医生的 有了孩子 你就没有精力了 那时候 我还在医院实习 确实很累 纠结过后 即便是百般不舍 但还是没有要这孩子 更是因为 他说丁克 我选择了 切除一边的书篮管 如果能回到过去 我一定狠狠打醒自己 纯女人 屋子中弥漫着饭菜的香味 淡黄温暖的灯光 让人沉醉 这都是我心目中家的样子 闭上了眼睛 再度睁眼 我已经坚定了 许天琪 我们离婚吧 我直接把无名纸上 朴素的银戒指摘下来 递给他 许天琪愣住了 随后不可置信地说 你要跟我离婚 接下来他软了软口气 我知道 我最近太忙了 忽略你的感受 你看我这么忙 一有空就病做饭 我很想质问他 到底是担心我 还是做了错事之后的心虚补偿 我转身回房间 开始收拾行李 装进去一件 他拿出来一件 他亲我 我躲开 他要抱我 我挣扎 手机铃声 打破了这场无声的拉扯 许天琪看了来电 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 公司的事 啊 公司的事 以前公司有事 从来没有避讳过我 你是我老婆 知道公司机密也没关系 几分钟过后 极为自然地说 公司临时有事 让我出差 你别走了 冷静冷静 又拉起我的手 把那枚戒指戴上去 轻轻轻了一下手背 深情地说 这枚戒指 对我们来讲意义非凡 我以后再给你买钻戒 我直接把这枚戒指 摔在了墙上 许天琪脸色 一下子变得阴沉 我越红你越来近 真是对你太纵容了 但随着戒指 落在地上的清脆声音 许天琪也离开了家 我的视线 随着戒指翻动 以前的记忆又开始出现 老婆 我现在没有钱 但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戒指 她的手都摸破了 确实一点也不在意 眼睛是亮晶晶的 仿佛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老婆 等我有钱了 让你住别墅 给你一个难忘的婚礼 她也确实成功了 医药领域新贵 财富自由 也做到了大部分承诺 只不过 她的别墅里还有别人 我也不稀罕了 杞医生 你怎么瘦得这么多 实习医生宋思义 给我一杯咖啡 在旁边坐下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确实凹陷下去 但是真实原因 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找借口 我自尽在减肥了 她忽然凑近 倒是吓了我一跳 季医生 你已经很满美了 不用再减肥了 她说话的气息 轻轻吹拂在我的脸上 我有一些不自在 好在 她下一秒就退后 我又要去值班了 宋思义 哀声叹气地下楼 看得她不断拉长的背影 我被我自主地笑了一下 想起了自己刚实习的时候 年轻真好啊 七医生 那个梅云烟找你 护士打电话通知我 把最后一杯咖啡喝光 叹了一口气 不愿意见面 但是碍于职业道德 我必须去见小三 梅云烟虽然穿得医院的病服 但是一点也不邋遢 梅小姐 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吗 我不会让私事影响我的工作 即便对念的这个人 是我老公的小三 她没有丝毫地害羞 略带担忧地说 医生 我身材会不会松弛啊 这会影响我跟我老公体验的 你是剖腹产 影响不会很大 术后几个月内会恢复的 她这才满意地笑了 手伸到我面前 医生 你看好不好看 我老公给我买的 我无所谓地点点头 我本来还担心 扑腹铲上的刀疤 会吓到老公呢 但是她说 梅云烟说着说着 开始笑起来 我皱着梅 梅小姐 没有什么不舒服请出去 我这里有其他患者 她的肩膀不抖动了 扬起了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她说 我给她生了儿子 这是荣耀的刀疤 医生 我告诉你的秘密吧 我老公早就讨厌她原配了 说是人老猪黄 都快四十了 然后 夸张地捂着嘴 医生 你也快四十了 你老公跟你有夫妻生活吗 我瞥了一眼 她的一直扣在桌子上的手机 脱下白大褂 梅云烟疑惑 季医生 你这是做什么 梅云烟是吧 你是不是录了音啊 我想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叉 这回 她露出进门以来 第一个真情实感的表情 瞪大了眼睛看我 你是不是想目下我打你的音频啊 你可真够低级的 随后上下打量她 KTV的老宝子 还送你学表演了 梅云烟拍桌子 伸出手指着我 老女人 你说什么呀 你得我嘴巴放干净点 我想到 昨天好友调查过来她的资料 只能感慨 就封尘客在男人骨子里了 我说的不对吗 你很早出来卖 终于找到个好买家了 梅云烟疼立下站了起来 椅子发出的刺耳的响声 老女人 十项点 趁早给我离婚 我手臂指向门 滚 等她离开 我立刻把离婚协议 发递许天琪 许天琪接收消息 但是一直没回 我也不在意了 她能拖 我也能拖 只是不知道 梅云烟能不能坚持住 这两天她也很老实 没有起腰蛾子 早上刚进医院 就听到办公室前吵吵闹闹 都是解寒息这些飞行医生 对我孩子弄得发育迟缓 无良医生 能口挤满了患者还有家属 我八胎人群 梅云烟正抱着孩子 卖力地哭 梅云烟 你又发什么疯 她披头散发 抱着孩子撞向我 你陪我儿子 好在宋司义孤注了她 我才没有被撞到 怎么回事 我皱着梅云护士 护士把我拽到一边 小声说 发现婴儿 沉吸母乳没有无力 发育迟缓的症状之一 然后打算赖我 梅云烟疯了一般 就是你 嫉妒我 故意读使坏的 你等着 我老公马上就来 宋司义斥责她说 既医生医术高明 很有职业道德 根本不会做像你说的这种事 下一秒 许天奇怒气冲冲赶来 嘴上喊着 接生医生呢 老公 就是她 梅云烟指着我 我刚要解释 她直接身腿踹在了我的小肚子 我虽出去半米多 她还不解恨 上来瞅我的口罩 我这就让大家看谈 你这个飞行医生长什么样 口罩被暴力拉扯下 四目相对 许天奇吃惊地瞪大眼睛 脱口而出 老婆 怎么是你 周围人议论纷纷 我捂着小腹 恨意涌现 我们真的完了 许天奇眼神慌乱 张嘴想要解释什么 但是只能无力地抓住我的手 不停地重复对不起 对不起 那边的梅云烟淒厉地喊 老公 我肚子的疤痕好像裂开了 我好痛啊 许天奇直接甩开我的手 着急朝她跑去 你没事吧 她们再看我一眼 抱起梅云烟 就跑向急救时 梅云烟朝着我 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口型无声地说 你输了 我的小腹更痛了 好像流出了什么 宋司义跪在我面前 激一声 坚持一下 她和许天奇朝着两个方向 越来越远 再次醒过来 只有宋司义坐在我床边 听到声音 递给我一杯水 我的身体怎么回事 她迟除 等你再好一点再说吧 没关系的 我挺得住 她低声说 你的孩子没保住 我的孩子 我有些迷茫 孩子 手不由自主地摸上我的小腹 再次确定 你说 我流产了 她点点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越来越癫狂 那个小三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我的孩子 被知晓的那一天 也是被亲生父亲送走的那一天 凭什么 鸡一声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宋司义轻声说 眼睛里全部是心疼 顿时 我泪如雨下 哭得上气不羁下气 她拿纸巾帮我擦裂水 你们在干什么 门口 许天奇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们 她上来扯住宋司义的衣领 狠狠地挥了一拳 这是我的女人 知不知道 宋司义刚开始毫无防备 嘴角一下子流血了 反应过来 她立刻回击 你的女人是刚才那个 不是几一声 两个人全权倒入 房间里的物品 全部都撒在了地上 我扯下针管 来不及穿上拖鞋 你们别打了 急声 别站远点 别伤到你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 我急得团团转 胆紧去拉许天奇 她是我同事 你干什么 许天奇用手一推 我倒在了地上 宋司义一下子退开她 你混蛋 她才没了孩子 这一句话 让许天奇停下了挥动的拳头 石 什么 我扶着宋司义的手 强撑着走到她面前 用谨慎的力气 一巴掌直接甩在她脸上 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而你 就是杀人凶手 一时之间 房间竟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到 她露出一个惨笑 几寒息 你骗我的吧 我气笑了 你给我滚 许天奇蹲下 从地上捡起一份诊断书 缓慢地看完以后 她语气沉重 我 我真不知道 我会补偿你的 我测过脸 不需要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许天奇固执地抓住我的手 我不会离婚的 我们约定好 一起白头偕老的 我会补偿你的 听到她说以前 我再也忍不住了 扯着嗓子喊 你给我滚 她安抚我 好 我现在走 明天再来看你 宋司义把东西归位以后 给我掖了掖背 记一声 我先去忙了 有事多打电话 我整个人缩进被子里 点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 是天奇每天早早来的房间 无论我的脸色多难看 她都是一副 好好先生的样子 也不再接梅云烟的电话 来 吃的苹果 她把苹果切成一小块 递给我 以前 都是我为她做的 我扭过头 不说话 她轻声说 我不喜欢她 但是一次意外 她有了孩子 意外 许天奇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许天奇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韩西 我真的没骗你 我不喜欢她 但是 我想要一个孩子了 她刚好出现了而已 而且 她 她也挺可怜的 我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你心疼她 是不是 许天奇愣住了 没想到我这么问 我再次问 是不是心疼她 她犹豫地点点头 还说不喜欢 心疼就是最高级的喜欢啊 只有喜欢一个人 才会心疼 我平静地提出 好聚好散吧 可她还是不肯 在我可以出院的那天 许天奇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跪在病房前 老婆 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给你一个隆重的婚礼 举起来的戒指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和梅云烟手上的钻戒 一模一样 破剑不能重圆 许天奇 太迟了 她刚要说什么 就被一道声音打断了 儿子 快站起来 你也太给她脸了 许天奇惊讶 妈 你怎么来了 她妈用眼神扳了我一眼 埋怨地说 要不是云烟 告诉我孩子的事情 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她拉着梅云烟的手 坐在了沙发上 你刚生完孩子 可别累到 云烟叫得多亲密 我这个婆婆 看到我从来没有好脸色 梅云烟温柔地说 谢谢阿姨关心 你这孩子 叫什么阿姨 叫妈 我冷眼瞧着这两个人 一声不吭 许天奇一直关注我的神情 看我脸色不好 妈 我准备重新和韩戏 办一场婚礼 梅云烟面路委屈 但是许天奇可没有管 儿子 我是不是傻了 你要办婚礼 也应该和余烟办啊 随后像是刚看到我一样 也还好意思重办婚礼 这么些年 连的孩子都没有 赶紧离婚 以前 我因为她是我爱的人的母亲 即便她再不好 我也是低迷睡眼的 此一时 彼一时 我直接拿出离婚协议 现在是你儿子不肯离婚 她面上迟疑 我继续说 不生孩子 是因为当年你儿子要丁克 我信了她的鬼话 她现在和一个野鸡过河 脏透了 是我不要她了 梅云烟刚要发火 看到旁边的许天奇 转变了脸色 她扑到许天奇的怀抱里 老公 我确实出身不好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黄花大闺女啊 随后开始小声哭泣 她说我是鸡 太侮辱人了 许天奇脸色铁青 脖子上青筋抱起 把一大捧玫瑰花扇在了我的脸上 其含熙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粗俗的话 你变了 她是我孩子的母亲 我不允许你侮辱她 玫瑰花上的刺在我的脸上 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小疤痕 血珠甚楚 你这么喜欢鸡 签字吧 许天奇怒目而逝 我也不必让 签就签 你可别后悔 后悔 我最后悔的是 选择和她一起 许天奇她妈在旁边 一样怪气 你都这个年纪了 离婚都没人要 我儿子就不一样了 现在有了儿子和年轻老婆 当年我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我说好离婚协议 直接兑回去 当年许天奇工资入不付出 我给她生活费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不同意 许天奇刚毕业的时候 工资没有我的高 她妈总说 工作了就要回报父母了 我父母觉得 我刚毕业 工资肯定不够花 也会每个月给我五千块补助 就这样 许天奇和工资 给完她妈以后 连饭都吃不起 全靠我的支持 许天奇最不想提起的 就是这一段 我有钱了 不是回报给你了吗 你怎么这么跟我妈说话 没有我 靠你的工资 你能住上别墅 你能胎豪车 没当我说话 身后传来声音 既医生这么优秀 没有米 也会过得更好的 又是你 许天奇咬牙切齿地说 宋司义站到我身边 拿出纸巾 敷在我的脸上 等会儿要处理一下 你别动我老婆 许天奇准备上前 扯开宋司义 但是被梅云烟死死抱住了手臂 老公 既医生也有了自己的感情归宿 这不是挺好的吗 随后嘲讽地说 你还好意思说我 谁知道 你们盛世早就在一起了 宋司义完妹一笑 你说错了 姬医生可不像你这么不道德 现在是我追求他 随后他拿出一枚戒指 姬医生 既然你已经离婚了 考虑考虑我吧 许天奇双眼赤红 还想打人 好在被他妈拉住了 儿子 咱们走 你现在的老婆是云烟 姬韩熙说不定早就和这小子孤大上了 顶你戴了一顶绿帽子 许天奇愤恨地盯着我们 对我放出一句狠话 姬韩熙 有你后悔的时候 这句话也送给你 房间里终于清静了 谢谢你替我出头 宋司义三番五次替我出头 真的很胆急 别人看到这种感情上的事 躲还来不及呢 我是认真的 宋司义没有了刚才的吊锒铛 眼神中透露着认真 你快别逗我了 这戒指快收起来吧 我只能装作看不懂 当作是太玩笑 他也笑了起来 我刚才演的像不像 我点点头 像 随即他带我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口 应该不会留疤痕 我故作轻松地说 没事 现在节有钱 有疤痕也不在意 关于财产的划分 我拿到了许天奇持有的一半股份 现金五百万 房子两套 商铺三套 看来 这一桩失败的十年婚姻 也不算是毫无偿处 那以后 就跟着记忆生混了 宋司义开着玩笑说 老同学们知道我离婚的消息 纷纷唏嘘 有一天 大学室友找到我 他脸色凝重 你手上有许天奇公司的股份吗 我也紧张了起来 怎么了 据小道消息说 他们公司的疫苗有问题 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知道 我思来想去 趁得没有爆出来 悄悄地把股票分批抛出去 套现 卖完的时候 业内开始有风声望 我庆幸自己抛得快 看得户头上的余额 心中畅怀 失去了爱情 得到了金钱 也是人生中的幸事呢 挤医生 领导找你 护士敲门 看得领导脸色 我猜测不到发生什么事 领导 找我什么事 你进医院 日子虽然不长 但是一直兢兢业业 我一听这开头 心中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有人举报你 说是医疗不当 伤害了孩子 我怒从中来 没云烟 我离婚了 还来纠缠我 这样 你先停止一段时间 我们会调查的 我没有多说什么 点点头离开 休假的第一天 本来想睡懒觉 但是被电话铃声 吵醒了 寄医生 你怎么没来上班啊 是宋思义 听我说了来龙去脉 他紧张地说 你不要忧虑 医院这边 我会帮你盯着的 没事 这份工作 我也干够了 下午的时候 宋思义给我 转发了一视频 我点开 居然是明云烟 一看粉丝数 十万呢 我查看了 他发布的帖子 还有Vlog 无非就是带晒车子 房子 哦 还写了他和许天奇的爱情 不过最火的 还是最新的Vlog 标题是 老公前妻在剖腹产时候 故意使坏 我皱眉 这是在说我 打开视频 他眼圈红红的 开始哭诉 我生孩子的 剖腹产医生 居然是我老公的前妻 本以为 他不会对孩子下手 但是现在 我家孩子发育不良 肯定是他搞的鬼 这个视频的浏览量 特别高 甚至上 带软件的热搜 评论区说 什么的都有 再怎么样 也不能对孩子使坏 前妻就没有好东西 我皱着眉往下翻 说新朗 还是有正常人的 孩子发育迟缓 跟母体有关系的 怎么能怪医生 就是 而且 前妻干嘛针对你啊 有证据吗 梅云烟视频里 报了一点 关于我的信息 很快 就有人扒出 我的社交账号 我直接把私信关闭 对喜天琪打去了电话 他声音透露的疲惫 但是一听是我 惊喜道 老婆 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 我纠正他 喜天琪 我们离婚了 你老婆在网上 发布不实消息 还向医院举报我 已经影响我生活了 你最好管一下 不然我就 用我的方式处理了 许天琪无奈地说 他也是为了孩子 才这样的 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太知道 他每句话的意思了 反问他 你也觉得 你家孩子发育迟缓 跟我有关系 回应我的是沉默 答案不言而喻 宋司翊打电话询问 用不用找水晶公司 回记一下 等我消息吧 我要等 医院给我一个公正的 调查结果 然后再解决 梅云烟 因为这件事 舆论很大 关系到医院的形象 医院用最快的时间 公布了调查结果 经调查 几海西医生的处理方式 没有问题 还科普了孩子 发育迟缓的原因 梅云烟自然不满意 这个结果 还在哭诉 她的粉丝也信她 在评论区 对我各种乌言慧语 在网上 她是温柔 富有 可怜的家庭主妇 而我是年老色衰 心机很毒的下堂妻 允许天琪抛妻的行为 在她的评论区 都是合理的行为 梅云烟 你不是很享受 你现代的人设吗 那我就一点一点 揭露你吧 我直接把查到的真相 发给史军公司 花钱了 拜师效率就很高 她的评论区 已经开始有 粘贴复制的了 而且 网上多了很多的爆料人 也是 一个人做过什么 都会有痕迹 我认识她 风尘女子 后来做了好多 整容修复手术 掉了一个凯子 人家有原配的 还是个医生呢 她跟我们说要抢过来 我冷笑着看着评论 估计是以前的同事吧 网友最喜欢这种人设 崩塌的反转 白富美 温柔人设全是假的 实际是个庸俗不堪的小三 尤其是她的粉丝 脱粉回彩 粉丝数掉下了五万 梅云烟胎直播 想要挽回 直接被骂到下播 我正欣赏好戏呢 徐天琪打来了电话 是你吧 吉寒熙 你也太恶毒了 居然找人爆料 那边还传来 梅云烟的轻声哭泣 她怎么这么坏啊 我心情大好 是我怎么样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让你管管她 你又不听 徐天琪一顿 随后开始指责我 那你做了也太过分了 云烟已经抑郁症了 她抑郁症 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作孽不可活 说完我直接挂掉 懒得听 有的人就是这样 自己从来都没有错 错的都是别人 徐天琪 你现在还有心情管 这件事呢 马上你也会有报应的 宋司义请了假 找我一起出海边散心 我本来是要包全程消费的 毕竟 一个实习医生 也没有多少钱 直到他带我来到一艘船上 丛容那好像是他的 我后知后觉地问 这是你的船 他摇摇头 不是 是我爸爸的 你小子还是隐藏富二代呢 他教我开船 我们一起在船上谈天说地 我感受到了 许久没有过的轻松 等到回到岸边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请问你是 是我 这道声音交集 是徐天琪 我把他电话号码拉黑了 哦 是你呀 然后下一秒 我也把这电话拉黑 他找我什么事 我现在是完全不关心 宋司义送我回家的时候 车子太近 才发现许天琪站在花坛处 见我下车 他急匆匆跑来 胡子拉叉的 衣服也不再如同忙日一样 鼻挺合身 这回我遇到大麻烦了 一脑问题被爆了 我点点头 准备上楼 许天琪却拦着我 不让我走 许天琪 放开他 宋司义挡在我身前 但你有什么关系 许天琪神色不耐烦 他是我男朋友 当然有关系 两个人都愣住了 宋司义眼角带笑 许天琪阴沉沉地盯着我们 你们果然有一腿 当初分给你财产 是补偿你的 但是没想到 你和这小子有一腿 是不是早给我带了绿帽子啊 你这是贱人 现在你把钱还给我 我就不追究了 我听的都觉得好笑 许天琪 你是不是被那个野鸡熏陶 脑子坏掉了 你公司出事 我只会鼓掌拍手 怎么可能把钱还给你 许天琪目自欲猎 冲过来要打我 好在宋司义一枣防备 给他一个爆摔 之后好久 我都没再见过许天琪 在我准备出国深造的时候 许天琪公司股份已经跌低了 他本人更是被抓走调查了 而他和梅云烟的关系 早就被知情人发到了网上 梅云烟在网上 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 在我离开之前 他还找到了我这里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是不是早知道 许天琪公司有问题 我懒得和他纠缠 不要再找我了 不然我报警 他怀中的孩子 开始哇哇哭 也不管 还是执拗的闷 最后我让保安给他送走 宋司义知道 我准备出国深造后 准备辞职 跟我一起出去 你不用为了我这样 我这不是怕你跑了吗 哈哈他玩笑 我也是觉得 自己应该再继续学习 有了他的陪伴 我对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充满了期待 他帮助我练口语 还会做好吃的菜 渐渐的 我都快忘记以前了 贡友联系我的时候 我都恍惚了 许天琪真是太惨了 贡友嘴上说着惨 但是语气全是新灾热祸 公司虽然不行了 但是这么多年 好歹有家底呀 我点点头 确实 这么多年 累积的财富 也够他下半辈子 安逸生活了 结果 他那个小三 把财产卷跑了 我吃惊过后 大笑了起来 为自己没有戚眼看到 他落魄下场而遗憾 那个孩子带走了吗 顾友比仪的说 那种女人 怎么可能带孩子 孩子 扔给许天琪他妈了 听完之后 当天晚上 都吃了两碗饭 宋司翊一边揉着我的肚子 一边说 让你贪吃 现在不舒服了吧 三年后 我们两位人 带着孩子回国 孩子是意外来的 我本来很担心 宋司翊的反应 他那么年轻 还不到27岁 会要吗 不过 他要是不要 我也会自己抚养 好在 这次我赌对了 回国以后 朋友们 丢我接风洗尘 哎 我订了的蛋糕 等会到 当年的班长说 在一众人 推杯幻展之际 许天琪 推门进来 谁订的蛋糕 大家面面相去 还是班长 打破干大 天琪啊 坐下来一起吃啊 正好欢迎 姬医生学成归果 许天琪盯着我 我只当看不到 不用了 我妈还在外边 等着我呢 说完她落花而逃 她骂老年痴呆了 总是走丢 曾经的许总 现在送外卖 这人生了啊 谁让她出轨 那小三了 快别说了 姬医生在呢 再次知道 梅云烟的消息 还是在社会新闻上 她不断地找富豪 最终被原配找人勒死 放冷冻柜里吗 民警排查 偶然间发现的 当年她做小三的事情 也是被扒了出来 孙芬骂她活该 这就是破坏 别人家庭的下场 姬医生 又有病人了 护士催促道 好 这就来 关到新门 我抛除杂念 投入工作 日子忙忙碌碌 但是每天都很充实 有热爱的工作 还有热爱的家人 足以 玉云烟的家人 我们的诗带